日本三一大地震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一年的时间 目前在东北重灾区重建的进度大约只有两三成左右 而独立特派员的记者在二月初进入灾区 碰上了当地16年以来最冷的天气 正好下着大雪 我们遇见了一位养殖牡蛎的林牧先生 他一再感谢台湾的帮助 说自己是靠着志工还有各界的爱心 才能重新找回生活的重心 但问题是因为当地的水产加工厂 一直都还没有复原 它养的牡蛎再大再肥美都没有用 而到底为什么当地的重建之路如此漫长呢 我们先来看看一下的报道 在那裡 剛才所說的 全是地震 並沒有津波 湾自体被附在黑煙中 被附著火事 暗暗的地方 炎上了很厲害 好像有點像了戰場之後 幸存的那種感覺 他說我們是生還者 我看見了 火事燃燃 津波被破壞 我感到很悲哀的感覺 氣仙藻 位於宮城縣的東北邊 一個以生產魚翅而聞名的城市 311之前 氣仙藻市就像它的日出一樣 炫爛奪目 沒想到被地震海嘯 毫不留情地給重重一擊 今年2月3號 宮市獨立特派員到日本採訪 進入的第一個災區 就是宮城縣氣仙招市 像這個車站 它就是叫做氣仙招站 然後這邊有個告示牌 它寫的意思就是說 從去年3月11號 由於東日本大地震的影響 到現在這個大船渡線的氣仙招到Sakarima這個站 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恢復通車 那邊寫的JR 就是日本鐵道公司的意思 然後那邊貼的那個布條 它是寫說 謝謝大家來這個氣仙招來支援我們 就是由於地震很多志工來到這裡幫忙的意思 幫我們翻譯的謝美玲 因為工作關係 經常往返台灣跟日本之間 我們來日本的時間 正好遇到東北 近16年來最冷的天氣 冰天雪地 讓重建更為困難 從這邊來的水 水到這裡 嗯 津波 對 跟昨天的機程車司機講的是 海峽到這邊來 就海峽到這邊 海峽到那裡 海峽到這邊 海峽到這邊 馬峽到這邊 馬峽到這邊 馬峽到它 馬峽到這裡 馬峽到這邊 那邊往前前面 往前方前就是靠海岸 津波就是向這個地方來這樣 局地任 氣前找的計程車司機 311發生前 他邊開車邊停收音機 突然紧急插波地震消息 然后马路开始摇晃 车子开不动了 再往市区港口开 沿路上还可以看到被地震海啸撞击冲毁的房子 公共设施还有大大小小的船只 这艘船已经成为灾区的地标了 三一一当天 它本来停在港口边 结果被海啸推到这里来 可见海啸的威力 现阶段 期间找事还没有决定要如何处理 木造的建筑是殆备建筑的建筑 木造的房子几乎全毁了 当时如果是木造的话 那里有黑屋的屋子 那里是木造三階建筑的建筑 那里有一个灰色的房子 那里是三层楼蓋的房子 结果变成这样子 那里是宮城県文化祭的建筑 文化祭 那里是木造三階建筑的建筑 是文化遗产 那里是老人的福祉施設 那里是河边的建筑 那里是河边的建筑 平均也很高 那里是河边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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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点快要哭出来 因为我知道东北的人不善于哭 他们是很坚强 可是他们就说 就好像有点上了战场之后 倖存的那种感觉 他说我们是生还者 中央社驻日记者杨明珠 是灾后第一时间 进来这里的台湾记者 去年3月13号 采访七仙找的时候 再度遇到海啸警报 有人大叫 然后我以为什么事 然后就有警民 然后后来才说 海啸来了 又发布海啸 就是快来了 因为有余震 当时的余震 几乎每一场都是规模6点多 然后每个人就在逃 那我也当然就拼命拍 可是我就觉得说 第一次看到人家在逃命那种感觉 每一个人就是拔起腿 就跑跑去 然后他们一直会广播说 往高地去往高地去 杨明珠当时打算 逃不了就算了 但是在他进入灾区的司机 开始变得很慌 因为司机是在311当天 他也曾经因为 有看到有人被海啸冲突 他救活了两个人 所以他可能知道 那个海啸的可怕 他救了是一个大男人这样 然后他就一直狂叫 由于充满车 原来毒 那边的是 桑核河川的湾 在那裡有一些石油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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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 都這樣看見了大多大火海 後來就發生看到全部都一片火海 然後他們全部的人就是手拉手 就一直哭 然後就說要死也要死在一起這樣 他們就心裡想說一定紊死了這樣子 後來是還好沒死 但是之後就是一片狼藉 全部都沒有就是那個港口 替先找港那旁邊 完全沒有一間是正常的房子 因为地震 这一带地盘下陷70公分 两旁的道路因此电高一公尺了 否则涨潮的时候海水会倒灌进来 不想象力なくなっちゃって もう本当に海みたいになってますけどもね 一早 汽仙沼鱼港开始忙碌起来 鱼饭告诉我们 汽仙沼港比原来缩小了一半 幸好有对面的山挡住 否则灾情会更严重 海啸过后 由于水产加工厂 冷冻工厂的重建非常缓慢 以至于渔民即使捕了很多鱼 也没有地方处理 所以鱼港的溶景大不如前 根据工程县农林水产部的统计 工程县142个渔港被严重破坏 13000艘的渔船 有12000艘损毁 农林渔业的损失 更高达1兆2286亿日元 因为海啸造成的 有1兆1943亿 其中跟水产有关的产业 有6859亿 渔港损失4223亿的日元 截至去年12月底 汽仙爪渔市场跟水产加工 复原的状况 大概只有2成8到3成9 さっき課長から話し合ったように 応急ではまず直し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今度は元の通りというのは 壊れる前の状況に これから本格的にやっ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で それはやっぱり部分的に 優先順位をつけるなりですね そういう形でやっ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で そういうことも皆さんに理解してもらった上でですね やろうかなということにしていました リーダーの方にはですね ボランティアセンターとのやり取りと活動報告をお願いしております ここからやっていきましょうか 这里是東八班 属于重災区 忠岳隆二是这个小組的领队 他是个上班族 311之後投入了救災工作 之前在工程县的石卷市帮忙 その順番については 先ほどの向こうのボランティアセンター このケセヌマのボランティアセンターの人が その順番を決めてます 多分その順番は そういった依頼がある こういった現場から依頼があった順番 311刚發生的时候 期間找最多一天有500多位的义工来这里帮忙 到了去年夏天也有两三百人 現在因为是冬天 人数比较少 这个周末来了二十几位 不过也有人搬来了七仙掌 担任長期义工 地域があって その人を片付けたいんだけど その人が誰なのか分からないとか こちらの建物はですね ドラッグストアになってました こちらはですね だいぶ大きい薬を売ってて 市民の方もよく使う薬屋さんだ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私もよく母と買い物に来てました 地震の後はですね だいぶここはずっと瓦礫があって 誰も立ち入りでき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来た後を見てみたら火事で燃えてまして 津波で破壊されてまして 本当に悲しい思い出しました はい 小苍先生本来是在東京 从事手機打零的工作 地震後回到了家乡当义工 後来进入七仙掌復興協会 担任臨時公務員 比較大型的廢棄物 已經被重機清除掉了 义工正在清除水溝裡的污泥 和瓦礫 こちらの現場もですね ボランティアさんが来て 掃除していただいた現場ですね ここも瓦礫とかですね 建物の壊れたものが いっぱい散乱して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ボランティアさんが 毎日入っていただいて このようにきれいになりました 七仙掌的重建 只有三成左右 沿途可以看到工程人員 正在進行測量施工 各地の出先機関で 業務がスタート 復興局 今日からです 岩手、宮城、福島の3県には 復興局など 青森と茨城には 事務所が設置されました 就在311即將建满 一周年的前一個月 日本政府 終於在2月10號 成立復興廳 除了東京之外 也在福島、工程、 沿首三個重災區 成立復興局 我們採訪福島的期間 就正好碰到 福島復興局的成立 重建廳成立太晚 重建速度太慢 引起很大的批評 它是這個複合性的災害 那麼這個衝擊是前所未有 日本人在做事情的時候 都是非常的謹慎 非常的慎重 他們是所有的計劃 要很周全以後 他們才會踏出第一步 而不是說 頭痛一頭、腳痛一頭 比如說這方面 地方有地方的需求 中央有中央政府的考慮 那麼受災戶有受災戶的需求 那麼這各方面 它要去整合的時候 那麼就不是那麼容易 在這裡 今日は神奈川県の ボランティア団体の方が 入ってくれて 12名 入って 柿種、ハサミを お手伝いしている 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 ここからからくわの地域では 養殖、養殖業が盛んでいて その中で大体12件ほど ここらで柿種の作業を みんな今している時期にあります 今回津波で まあ、ここの養殖施設は 500台ほどあったんですけど それがね、すべて流出 這裡是唐桑町の 紫月地区 盛産牡蠣 目前已經復原到 原來的一半了 不過最重要的 岸邊復興工程 跟牡蠣處理場 卻還遲遲等不到 養得再多再肥美 也沒有辦法賣出去 讓林沐先生很胡鬧 これもね、ミールもかなり 宮城ではだいぶ 出荷まで始まったんですけど カラクワ地域に限っては まだ出荷段階ではない ただ物は大変良いもの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林沐開船 带我們出海 告訴我們 這一代的水質 已經回復到 比地震之前 還要好的狀態 ぜひね、台湾の方々も このカラクワの地に来て 牡蠣をね、食べに来てくれたら 本当に嬉しいしね 絶対にね、間違いない 美味しい牡蠣をね 提供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んでね 來到了地震海嘯的事發地點 當時林沐先生 正在船上作業 突然看到對面的山 塌下來一半 直覺會有大浪過來 果然 津波当日はね まあそこで津波にあったわけなんですね それでまあ ここのね、山が崖崩れで あの、土ぼこりが かなりぼわっと上がったんで それでまあ 今回は大きな津波が来るぞということで そこを航行したんですけど まあ、あっちのね、あの 家の方に向かって 船で走っていきました それで、まあ 宇宙に来てから まあ、家族をね あの、避難するっていうのが まあ、第一条件で あの、高台に 家族を避難させました 但是、他的父親 為了保護這條船 跟著鄰居一起出海 うちに避難してるとき 前に向いたらね 高い波が見えたので そして、カラクワ寄りの方が こう、白波立って まくれてね、波がまくれてきたので それで、南北は船を 大島の方に 南に向けて こう、斜めに なんとかかんとか 高い波を乗り越えて 墓地に避難した 鄰居不幸被海浪捲走 林木的爸爸 躲過了20米的大浪 九死一生 最後、還是 這條船救了他 この電信柱ありますよね この電信柱の高さまで 波が上がりました 今はね、こう 資材置き場になってるんですけど これが玄関です ここ、これが玄関タイルで これが玄関になってます ここ全部 ここが全部玄関 これが廊下です これ全部廊下で こっちがリビングのダイニング これ全部 這裡原来是林木的家 現在變成平地 目前他跟家人住在組合屋 值得慶幸的是 原來村民用來做訓練避難的避難所 這次因為沒有人往那邊跑 大家才躲過一劫 海嘯過後一個月 這裡瓦砺殘骸堆積如山 還好有的志工団体 包括了慈濟 來這裡協助災民支持他們 讓林木一家非常感動 これで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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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 台湾的方々が来て 一人一次手渡し 出席 頂浩 今回テレビ局 來到台湾會 我和漁業者們的一番心的支援 這次復興的力量 我和漁業者們的力量 我和漁業者們的一番心的支援 一起帶走 送走了義工 送走來自日本全國各地的愛心 林木先生一家 跟七仙爪災民的心情一樣 還在等待復興之日 二月份的東北雪下的不停 對具有強韌生命力 又不服輸的東北災民來說 他們還得在寒冬中 靠自己的力量繼續走下去 走到重建完成的那一天 獨立特派員的記者 這一次進入日本災區 除了穿著厚重的衣服之外 還佩戴著輻射偵測器 那麼目前在福島管制區 20公里以內的居民 可以回家看一看 但是一次不能夠超過兩個小時 等一下我們的鏡頭 也要帶您回到現場 來觀測輻射值的變化 可以看到儀器上面的數字 一直在變 那麼目前輻射陰影 在當地還是在空氣當中 如影隨形